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还有飞机客 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边的电线杆上其实已经有一些鸟在驻足了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 雨中车篮更别具风险 现在外面是漂泊大雨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同壁关自然保护区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但是山区感觉天气多变 不知道一会儿真的能不能看到西角 其实我心里有点打鼓 对 这么恶劣的天气它还会飞出来吗 打个问号吧 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的运气怎么样 我们下边左手边 那一片山就是缅甸了 其实现在是能见得很低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的高度比较高 可以看到一片运气缭绕的对面 就是缅甸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石堤村 这儿也是一个西鸟观测点 然后它的位置比较高 是一个观测西鸟比较好的地方 刚刚的专家告诉我们 这儿观测西鸟 一般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是能观测到至少三种 包括双脚西鸟 双脚西鸟这个品种 在他们这个紧坡族的文化里边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我们可以在村子里到处看到 包括路灯 包括他们建造房子的这个屋顶 上面都是有一个 这个双脚西鸟的一个头的形象 因为根据介绍呢 他们紧坡族是把这种双脚西鸟 作为一个神鸟 然后他们戴的一些帽子啊 做一些礼仪式的时候 就会佩戴一个这样的帽子 今天我们本来是要来观测西鸟的 但是给大家看到的就是 其实上午一直在下雨 而且是暴雨 对 下午能不能看到 也还不一定 希望我们下午能够放晴 但是现在已经是这边的雨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就是一个零里雾里 先进般的感觉 然后这种天气其实并不很适合观测鸟 是 东西里都是草的味道 对 现在在回程的路上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有发现这个 这个犀鸟的行踪 所以我们赶紧下车来看 好 对 刚刚我来到的时候 就在这个树上 花冠这颗 我们来晚了一步 对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花冠坐盔的西鸟的洞 就在后面那个白色的树 树叉上 有一个洞 然后它的母鸟跟小鸟正在里边 然后公鸟刚刚出去是往缅甸 也就是对面 对面的位置 也就是缅甸的位置飞过去 觅食 觅食 然后它可能会等到 吊着食物回来 对 一个小时左右 对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一旁悄悄地等待 我去做了西鸟 我去做了西鸟 西鸟 西鸟 我去做了西鸟脚 我去做了西鸟脚 我去做西鸟脚 我去做西鸟脚 花冠 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因为我们刚刚看见西鸟从我们的上空飞过 你们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西鸟了 摸了那个蛇的一瞬间 就听到了西鸟的一瞬间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西鸟已经回来了 它已经拿着东西在喂母鸟和小宝宝 我去做西鸟 我用这个材料 看到西鸟脚 我用这部的西鸟 我用这个材料 我用这个材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